咱國內的很多很多的戰友啊 最近都感受最深的是 國內各種企業 特別是政府內 當警察的、檢察官的、中紀委的 還有政府的這些人 沒錢了 發不出工資了 而且現在是痛苦至極啊 誰不聽話就抓你 那你要聽話呢還沒有錢發 也就是共產黨這個黑社會 它不管黑外面人 它不管黑老百姓 它最後本身在黑自己體制內的人 所以說很多體制內的人 郭文貴說的我們都是黨奴 對了就是黨奴 所有的他們這個體制當中 所有人都不解的這些事實 中國老百姓沒飯吃 黨員沒飯吃 為什麼要支柱這個 一直殺害中國人最多的俄羅斯呢 很簡單 就是為了一個人的夢想 一個人想當太陽 一個人證明自己是佛祖的在世 西四皇 整個中共國的經濟即將崩塌 人心已經完全徹徹底底的毀掉 然後你看看大家現在還有人談 頭一段的所謂的燒人燒不了 到處埋人嗎?死了多少人嗎? 沒人問 中國人只要活著 管缺誰死了呢? 說一個沒有宗教沒有信仰的民族和國家 它是多麼的殘忍 沒有任何人能擁有安全 自由 更別想起來發財了 扯淡呢 就在上星期 銀行內部開了高管會議 所有的銀行 內部的紀委全部大調換 就是銀行的大額存款和大額資金的調動 歸紀委監管 了得了嗎?已經歸黨管了 歸紀委管了 老百姓存的錢 大額的錢 先查你的來源 再查你的稅收 不行找個理由就把你給關起來 頭兩天說有人又去見王岐山了 說死了那麼多人 中國經濟完了 說你再讓人抓人 這國家不管了嗎? 王岐山 哈哈 哎呦 中國還十幾人呢 你才不才能活幾年呢? 你操這險心 啥意思? 王岐山告訴這個人 就中國這最起碼十個億八個億 你就是殺這八個億十個億 你得殺一百年吧 你操什麼險心呢? 等到時候你都死個球子了 所以他們根本是過著今天不想明天 像王岐山、中南坑這些人 老百姓死活跟他毛的關係 現在病毒肆虐 然後跟這個美國、歐洲不搞貿易 經濟被封殺 科技被封殺 你靠啥活著呢? 中上所述 共產黨現在他在死前 到底他打不打台灣 到底能帶走多少體制內的人 到底能帶走多少老百姓 到底能禍害多少人 還有 他是2023年底死 2024年死 還是2025年死 沒有什麼懸念了 南坑 我除敗 我閒 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